李永波担任了我国羽毛球总教练至今为止,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,出任职位时他为自己定下了很高的目标,在职交过程中,确实也在为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 李永波在24年的职业生涯中总共有81位世界冠军出资他的培养,在过去的六届奥运会比赛中,国羽在他的带领之下就拿下了18枚金牌,尤其在伦多奥运会中,仅有的5枚金牌都被国羽一举拿下,这样的成绩给李永波带来了很高的成就,但是这样的成绩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,由于在伦多奥运会的非白表现, 在领约的奥运会上李永波和运动员,被承受着巨大的夺冠压力,不料这次的成绩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,仅仅拿下了两枚金牌。 不仅如此,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比赛中,金牌也与我们擦肩而过,随着我国资深运动员们的辞职,新人的加入,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压力,国羽的优势已经不再占绝对的优势了, 这使得李永波被推到了舆论的前端,他也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,另外,为人诟病的还是打假球,与女球员不但关系,更为著名就是执教生涯三次弹和事件。 这些都加速了李永波的退位,在回忆自己与国羽并肩作战的24年中,李永波说,作为国羽的总教练,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也经历了很多,确实有辛苦和疲惫的时候, 但看到国羽的,一天天强大,内心是高兴的,但谁都有心力交费的时候,从一线退下,转而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,会让国羽发展得更好,虽然他不再担当总教练, 但是他依然会从事相关羽毛球的工作,继续从事对青少年的羽毛球培养工作。